时间悖论到底能不能被打破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科学家通过时光机来到了未来的2037年 可他刚落地 两名士兵不由分说的就准备将他逮捕 刚想反抗的他一抬头 又见到了无比震撼的一幕 这时前方突然爆发了一堵强烈的地震 趁着慌乱 大卫赶紧挣脱束缚逃回了时光机 然而下一秒 接踵而来的余震就将他撞晕了过去 可问题是时光机已经启动 时间就这样开始朝着更加遥远的未来飞速流转 从日月变迁到斗转星尼 从一次次的毁灭再到一次次的重生 直到江河演变成了丘陵 丘陵消散成了平原 平原又腐蚀成了沙漠 而在这无数次沧海桑田的变迁之下 却唯独不见了人类的踪影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大卫终于恢复了一丝意识 可用尽全力关闭机器后 他却再次陷入了昏迷 所以他并不知道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80万年后 也并不知道接下来他将要经历些什么 可实际上 他做这一切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 一个在他那个时代不可能找到的答案 那是在1895年的情缘节当天 大卫原本正在经历着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挚爱的女友答应了他的求婚 可很快 这甜蜜的氛围就被突然出现的劫匪打破 为了女友的安全着想 他十分干脆地掏出钱包打算破财消灾 但那没象征着两人爱情的戒指却被女友藏在了身后 也正是这一举动激怒了劫匪 争执之下 手枪意外走火 子弹静止地命中了女友心脏 悲痛欲绝的大卫根本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这让他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他要制造出时光机回到过去并改变过去 就这样 本身就是顶级科学家的他开始日复一日地沉浸在了实验室 直到四年的时间弹指一挥间 他竟真的打造出了一台时光机 怀着忐忑又激动的心情 大卫将怀表调到了当初的时间 接着又换上了求婚时的那套西装 最后戴上女友的照片毅然决然地坐了上去 在确认完机器的各项参数后 他一把推下了操纵感 时光机就这样开始由慢到快飞速运转 当一道耀眼的光束凭空出现时 时间竟真的开始倒转了起来 而他也成功回到了求婚的那天晚上 再次见到魂牵梦绕的女友 大卫仍旧有些难以置信 直到他用一个吻确认完眼前的一切不是幻想后 他才克制住内心的激动赶紧带着女友离开 本以为回到市区就能避免这场悲剧 可他并没有意识到 玩弄时间的人终将被时间所左右 在他转身买花的空隙 一辆失控的马车就再次夺走了女友的生命 起初他本以为这只是偶然 但当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过去 一次又一次地见到女友死在自己眼前后 他才终于意识到他根本没有办法打破时间的悖论 可他仍旧不甘心 他想的既然过去无法改变 那他就从未来寻找答案 于是他再一次坐上了时光机 等到熟悉的光束重新亮起 除了被光球包裹住的机器外 整个世界都在高速变迁着 大卫也仿佛一个观察者一般见证着岁月仍然 他见到了自己的实验室变成了车行 见到了服装店的裙子越来越短 一座座的摩天大楼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兴起 一架架的飞机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更迭 还不仅如此 很快 人类又将目标放在了更广阔的星辰大海 当见到月球上都开始有人类踏足的痕迹后 大卫适时地停下了时光机 而时间最终也定格在了2030年 眼前的一切对于上世纪的大卫来说 显得是如此的陌生 可越是这样 他内心的期待就越是强烈 为了找到那个问题的答案 他摸索着来到了中央图书馆 就在他刚准备寻找资料时 馆内人工智能管家的突然现身差点没给他吓死 但当他又听到管家可以连接地球上所有的资料库时 大卫的惊吓瞬间转变成了惊喜 他赶忙询问管家关于时间旅行中时间悖论的问题 可谁料管家却告诉他这个问题只存在于科幻小说 因为人类根本不可能回到过去 甚至唯一关于时间旅行的资料还是当时的自己留下的论文 失望之下 大卫还以为是这个时代不够发达 于是他只好决定去往更远的未来 然而他刚启动机器 一阵突然的晃动袭来 他赶紧停下查看 才发现时间只过去了七年 可下一秒 他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原本繁华的未来之城此刻进成了残骸断笔 在他愣神之际 一辆装甲车又来到了他跟前 车上下来两名士兵二话没说就要将他逮捕 见到天上破碎的月球后 他才从士兵口中得知原来地面已经不允许人类活动 由于人类在开发月球的过程中操作失误 导致现在月球不但偏离了轨道甚至还在逐渐解体 所以为了生存 人类全都被迫转移到了地下避难所 了解到原因的大卫吓坏了 趁着地震袭来的空隙 他赶紧逃回了时光机 谁曾想他刚启动机器 逼到更加强烈的余震却将他当场撞晕 可时间的年轮没有因为他的昏迷而停止 沧海桑田的变迁之下 地球也在这一次次的轮回中重获新生 当大卫从昏迷中短暂清醒挣扎着停下机器时 时间就已经赫然来到了八十万两千七百零一年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彻底清醒的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躺在了一个陌生的房间 他连忙走出屋子查看 却被眼前的景象惊讶到说不出话来 原来八十万年后的人类虽然没有灭绝 但已经退化到了原始时代文明 甚至竟生活在了悬崖峭壁上 大卫想要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在时光的变迁下就连语言也发生了改变 幸好其中一个名叫罗拉的女人还能正常沟通 他告诉大卫 英语已经成了刻在石碑上的历史 尽管他们从小都会学习 可现在也只有身为老师的他才能流畅地表达 接着他也问起了大卫的来历 听到大卫表示自己是乘坐时光机来自过去 为了不引起其余人的骚乱 在他的翻译下 大卫就成了一个在悬崖蹲坑不慎摔坏脑子的傻蛋 也正是从此刻开始 剧情的走向逐渐就变得诡异了起来 一道悠长的号角声凭空响起 原本还在说笑打闹的众人突然表情严肃 接着又迅速收起了水里的船 大卫好奇地询问发生了什么 罗拉也只是敷衍地表示到睡觉的时间了 到了晚上 熟睡的大卫又被一阵诡异的噩梦惊醒 更诡异的是当他说出梦到的场景时 罗拉则表示他们所有人都做过同样的梦 第二天 罗拉带着他来到了一处一夕 这里也是他们学习历史语言的地方 等到离开时 大卫终于问出了他内心的疑惑 他从昨天清醒到现在 连一个老人都没有看到 罗拉却回答说老人全都死了 接着 他又带着大卫参观了他们的农场 他们借助锋利进行着劳动和生产 虽然简陋 但却是一片忙碌祥和的景象 没有停留 罗拉带着他继续穿过森林 原来罗拉就是在这里发现了昏迷的大卫 他的时光机也完好无损地停在了这里 听到大卫说机器随时都能启动时 罗拉却严肃地表示让他赶紧离开 同时还要求他带上自己的弟弟 一脸猛逼的大卫还没来得及询问原因 不远处突然就响起了熟悉的号角声 来不及多想 他赶紧追上罗拉来到农场 竟发现这里的所有人都在仓皇逃窜 这时 身后莫名传来了一阵嘶吼 转过头的大卫差点被吓得魂飞魄散 只见一群面目猙獰的人形怪物正在狩猎 而目标正是那些疯狂逃窜的人类 但怪物的捕猎方式并不是盲目的见人就抓 而是先用一种特殊的暗器标记目标 接着另一种更为强壮的怪物 就会将这些被标记的人拖入地下 这一幕看得大卫无比震惊 怪物用的竟然是人类才会的标记虫补法 来不及细想 见到罗拉也被怪物抓住 大卫拼命想要救援 可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拖入地底 事后 他赶紧找到首领帮忙救人 可谁料首领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们早就对这一切习以为常 也彻底丧失了反抗的勇气 因为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下反抗只会死得更快 而只要不还手 他们在怪物的圈养下就还能有生存的余地 听到这里 大卫无比愤怒却又无法反驳 他只好找到罗拉的弟弟询问怪物将人抓到了哪里 男孩本不敢回答 在他们的观念里这是一个不能谈论的经济 但在大卫坚定地表示一定会救回罗拉时 男孩还是没能忍住带着他来到了一处神秘洞穴 这里有关于怪物的线索 然而当大卫见到洞穴内无比熟悉的圆球时 他才震惊地发现这里居然是2030年的图书馆 更让他惊讶的是 由于何能驱动的原因 当初的智能管家时至今日竟还在正常运转 管家也第一时间认出了大卫 了解到他的来意后 管家告诉了他自己知道的一切 原来自从月球破碎 差点灭绝的人类经过无数年的挣扎才勉强恢复过来 但也至此一分为二 一部分形成了如今的部落文明 另一部分就是那些生活在地下的人形怪物 接着在管家的指引下 大卫成功找到了怪物巢穴的入口 为了安全着想 他说服南韩回部落找人接应 他自己则独自爬进了这深不见底的洞穴 然而接下来见到的场景 却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 看似已经彻底受化的怪物 竟然在地底进行着钢铁演练 并且每个怪物都分工明确各似其职 分明是有着一套极其完善的工业体系 但救人要紧的大卫也没时间深究 一路潜入之下 他好不容易在一堆衣物内找到了罗拉的项链 可在一抬头时 眼前的衣幕却让他感到无比绝望 只见这里竟挂满了屠宰用的工具 甚至上面的血迹还未干涸 这毛骨悚然的一幕吓得大卫连连后退 却不料无意间触碰了开关 导致他直接掉进了地下河道 当一股无比强烈的尸臭涌入鼻腔时 他才赫然发现这里竟不满了 被啃食殆尽的人类骸骨 惊恐万分的他拼命想要离开 可下一秒 他还是被怪物打了个正着 但诡异的是怪物并没有趁热吃了他 而是将他带进了一处更深的洞穴 让他惊喜的是 他竟在这里见到了完好无损的罗拉 只不过此时的罗拉却仿佛失去了神志一般 不但对他的道来毫不理睬 还一副花痴般的望向前方 大卫循着他的视线看去 才发现那里居然还端坐着一道人影 小心翼翼地来到跟前后 他才发现这竟是一个全身惨白的正常男人 男人正是这些弟弟怪物的首领 他没等大卫抛出内心的疑惑 直接了当地告诉了大卫一切 原来月球破碎的百年后 他们逃进地下的这批人也曾试图回到地面 可却发现已经没有办法了 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 他们又逐渐变异演化成了三个阶层 那些捕食人类的怪物是其中的劣势者 在地下进行钢铁冶炼的是他们的工人 而他这个首领则是统筹所有人的大脑 因为在无数年的演化之下 首领已经具备了控制人类思想的能力 这也是那些部落人自愿成为被圈养起来的食物的原因所在 至于罗拉为何被留了下来 也是因为他被选中成为首领繁衍后代的工具 这残酷的真相直接震碎了大卫的三观 在极度的愤怒之下 他对着首领就是一顿唾骂 可下一秒 他就被首领来了个物理禁言 首领告诉他他所谓的泯灭人性 实际上只是生物的优胜劣汰 也是八十万年来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进化成果 并且首领也早已看透了大卫的一切 在他的思维控制下 大卫瞬间回到了自己当年的实验室 在这里 他见到了他当时打造时光机的图纸 还见到了死而复生的女友和两人爱的结晶 这美好的一幕让他下意识地收起了图纸 然而首领接下来的话 却直接将他拉回了现实 大卫愣住了 原来这才是时间悖论的真相 他穷尽一生都在寻找的答案 从一开始就是错了 至于首领 其实也和他一样都是被时间玩弄的棋子 所以在同病相连之下 他将时光机还给了大卫 然而当大卫适魂落魄地坐上去时 却突然醒悟了过来 虽然过去已经无法改变 但他可以改变当下 解救当下正在承受苦难的人类 于是他趁气不备也将首领一把拽了上去 可他还是高估了自己 孱弱的他怎么可能打得过变异的首领 直接就被按在地上好一顿摩擦 幸好在命悬一线的危机时刻 他灵机一动打碎了机器的压力表 喷涌而出的蒸汽瞬间就将首领冲了出去 而他也迅速将时光机的马力拉到了最大 随着时光的飞速流逝 光圈外的首领也肉眼可见的不断腐蚀 只是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便彻底化作了尘埃 事后 大卫重新启动了时光机 可他却并没有选择回到自己的那个年代 而是重新回到了洞穴内解救罗拉 听到怪物正嘶吼着朝着这里赶来 他又毅然决然地用怀表卡住齿轮 并迅速启动了机器 利用机器散发的耀眼光芒成功逃了出去 等到两人被其余赶来的同伴就上来时 过载的时光机也在同一时刻发生了剧烈爆炸 一瞬间 整个地下巢穴都被溢散的能量覆盖 这个罪恶的种族也就此迎来了终结 故事的最后 大卫选择留在了这个久远的未来 他决心在人工智能管家的协助下 重新点燃象征着人类希望的文明之火